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然后我们在地方也是去了看了几家医院 开始说是腰间盘突出 后来又说是骨癌 我就特别不放心 然后就把妈妈接到北京来 又在北京我们又辗转了三家医院 也看了很多的科室 最后我们在人民医院这儿 确诊是多发性骨髓流 即便是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疾病 但是听到这个名字 骨髓流 我相信很多朋友就会想到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 那这个骨髓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为什么会引发我们产生疲劳的感觉 甚至是腰疼出现呢 在早期的时候 当我们身体出现一些什么变化的时候 就应该格外地去警惕 这个疾病的发生了呢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一位权威的专家 让我们欢迎来自于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陆锦主任医师 欢迎陆医生 您好陆医生 欢迎您 您好主持人 其实说实话 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 我们都是第一次听到骨髓流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 我们对此完全没有概念 骨髓流呢 其实它是骨髓里的一种细胞 叫僵细胞 它发生了一些变化 那么我们知道骨髓呢 其实是所有血细胞的家 里面有白细胞 有红细胞 有血小板 还有一种细胞呢 就是僵细胞 这个僵细胞在我们人体里 是干嘛的呢 僵细胞在我们人体里 是产生免疫球蛋白 来抵抗感染 那么如果它发生了一些 病理性的改变的时候 也就是说这个数呢 就会这个僵细胞就会 平时在我们骨髓里 大概只有百分之一二左右 会产生大量的免疫球蛋白 这些免疫球蛋白呢 是异常的免疫球蛋白 这时候就压制了 一方面压制了 我们正常的免疫球蛋白 所以我们正常免疫球蛋白 本来是用来抵抗感染的 我们就抵抗不了感染 那么这时候病人可能就会表现成 肺炎 会有密药系的感染 会有这个胃肠道的感染等等 那么再有呢 就是因为这些免疫球蛋白 大量的增生 所以它在人体里呢 有可能会形成这个高年质综合征 就是愁了 简单话说就是血特别愁了 我们有一个病例 这个病例呢 可能能特别形象地形容 就是说什么叫高年质 我们这个病人呢 也是一个河北的 河北的一个老师 那么他当时是因为头晕 头晕 然后反复地眼前黑蒙发作 就是啥也看不着了 突然一下甚至能摔倒 然后呢 他辗转 他就看了很多的神经内科 神经内科基本上就是 头CT 核磁 这个血流图检测 这些呢 结果都发现呢 轻度的异常 不是说特别的异常 那么这个病人是偶尔 有一次发现免疫球蛋白高 最后再往下去做 最后抽丝剥茧 查出来是多发性骨髓流 那这个病人呢 到我们病房的时候 我说糟了 这肯定是高年 所以立马给他联系 这个血浆之患 这个病人上了血浆之患的机器 把这个管路堵了两套 就他愁得跟沥青一样 会有这样 所以这个病人 为什么会有这个黑蒙发作 其实他就是因为 过不上血了 所以免疫球蛋白高 一个是正常地受压制了 所以容易感染 在一个异常的增多之后 容易有这个高年质综合征 那如果要是在一个脏期 上长了一些肿瘤的话 可能在B超里边 在一些影像学当中 其实是可以看到一些变化的 甚至是在一些皮肤外表上 它也有一些体现 但如果这个是血液当中 有了这种恶性的肿瘤 它在外观上会体现出来吗 它在一部分病人 外观上是能体现出来 因为它比如说 因为它在骨髓是全身 各个地方都有分布 所以它在挨着骨头旁边的地方 有可能会长出肿块来 那么这个图片上显示的 就是在挨着骨头的部位 有多发的这样的肿块的形成 再有就是比如说你看旁边的那个 这是我们一个颅骨的片子 你能看到我们叫穿枣样的 就是他们的拿一个这个凿子 这么打的一个一个的小洞 这就是熔骨性的骨头破坏 所以这几张照片看的我都挺害怕的 人的整个的身体都已经发生了一个 对对对 不太一样的变化了 对这是比较极端的情况 所以这种疾病是不是不太常见呀 这个病呢的确发病率不是很高 但是随着我们中国的老龄化社会 因为这是一个老年人得的恶性肿量 那应该说这个病我可以想见以后 应该是发病率越来越高 会有这样 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虽然说发病率不是很高 但是它的危害很大 对 还有呢就是误诊率极高 会达到多少呢 百分之七十左右的啊 曾经有这样的数据说百分之七 就病人可能都会在 比如说骨科肾内科 在其他科就诊 可能辗转很多科室之后 才来到我们学科 所以这是这个病的一个特点 所以还是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个关注 其实还是大家对于这个疾病的认识 实在是太少太少了 对对 所以就特别有必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好好地让大家来认识这个重要的疾病 那刚刚呢 其实我们在短片当中呢 认识了王阿姨和她的女儿小智 那我们今天呢 也来连线一下两位 王阿姨好 小智你好 主持人好 杜代好 王阿姨您在这个短片当中 我看到辗转了很多的医院 您都去过哪些医院 看过什么样的科室啊 辗转了四家医院 经过两个多月的这个诊断了 才确诊 这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小智是不是也陪着妈妈 走了不少的就医的弯路啊 那肯定的 我当时就是一直都是陪着妈妈 一直在治疗这个病情 开始我们在老家看 就总觉得这个医生啊 说不清楚这个病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我就特别不放心 然后我就给我妈妈接到北京来了 接来之后呢 然后我们也跑了 大概有三家医院吧 不同的骨科呀 血液科呀 神经内科 包括肾内科 现在刚才陆主任说的 我们都看了 去人民医院 应该是我们去的第四家医院 在陆主任 最后我们这儿确诊了 当然直到这个结果 当然说是多化性骨髓流 是一种血癌 不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心理压力也蛮大的 但是知道了病因 我觉得也还好 就是知道病因 起码能够更好的治疗 有针对性的治疗了 从开始出现了不舒服的感觉 一直到最后确诊 经历了多长时间 我们大概是经过了 三个多月的漫长的道路 然后还有建议我们做 因为是骨骼的问题 建议我们做骨髓泥 很多治疗的方式等等吧 蛮曲折的 其实我觉得王阿姨 还是有一个好女儿 及时地就把您接到了北京 然后找到了我们这么权威的大专家 帮您及时地做出了诊断 我相信可能在陆医生接诊的很多的病人当中 就诊的弯路会更长 确诊的时间也会更长吧 是不是 对的 对的 病人会有 基本上可能都会有一年左右的 这样的一个辗转的 就诊的病史 所以为什么 早期我们做出来的数据 中国的病人 分期都比老外要晚得多 就是发现得很晚了 发现得很晚 就是肿人负荷都到很高的程度 你比如说因为骨痛在 他不会来血液科 对 骨痛一定是去骨科嘛 然后骨折可能就是骨科大夫 打个骨水泥 可能就让人走了 那还有呢 有可能尿蛋白多去肾类科 是的 因为肺部感染去呼吸科 其实这都是他早期的一些表现 所以不仅仅是需要 我们血液科医生的一个 早期诊断意识 也需要比如说 身内科 骨科 心内科 呼吸科 各个科的 这样的一个早诊意识 可能才会提高这个病的 整体的早诊率 刚刚您虽然是随口 说出了几个症状 但是我感觉听起来 和很多的疾病 真的是特别容易混淆 对 是的 不好分清楚 是的 是的 有的时候真的是非常难 所以咱们就把这个事呢 掰开了 揉碎了 慢慢地跟大家来介绍 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咱们就把这个事呢 掰开了 揉碎了 慢慢地跟大家来介绍 好 您看在这个视频当中 大家回忆一下 提到呢 王阿姨有一个特别典型的感觉 就是疲劳 乏力 我想问问王阿姨 您感觉一下 就是得了病之后 出现的这个疲劳 乏力 跟你以前干了活 或者是运动之后的 那种疲劳 乏力 有没有不一样 不一样 开始的时候啊 我在我做了一个 肾的手术之后啊 我就觉得 力气不如都求钱了 以前呢 我特别健康 每天还起大早呢 上山上去断练剪 那以后我排山道 每天呢都走六公里 早上起来 六公里多 那身体按说很棒啊 我记得我买一捆 一捆从这个二十多斤 我从一楼能扛到七楼 我都不觉得累 累了之后 歇一会儿就恢复过来了 特别健康 之后呢 就会是一点力气没有了 别说 别说是我扛东西 我自己上 空手上了楼 我都费劲了 每天我走了两三千步 就觉得特别累了 总觉得好像有点歇不过来 总是累得够呛似的 会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 那睡一夜觉 会不会感觉舒服一些 缓过来点 那也不行 睡一觉起来之后啊 活动一会儿 就大汗淋漓了 就觉得就不行了 就会认识哆嗦 没有劲 跟原先根本就没个比了 的确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小志有没有发现 妈妈经常会出现 不一样的疲劳和乏力了 我觉得我妈妈 就是从患病之后 和患病之前 有一个鲜明的对比 就像从一个那个 老保姆 变成了一个老公主 以前我妈妈 就是一点身体特别好 一点基础疾病都没有 然后就是我们 基本家里的 所有的家伙都是妈妈干 然后她还能 自己带着小外孙 买菜呀 家务啊 等等的 等到后来 我妈妈就是 一下就 就跟换了个人一样 就说 干什么都没有劲 然后我们就是 什么都不用妈妈做了 妈妈就变成了 一个老公主 所有的家伙 一点也都不让妈妈干 但是当时也没有想到 是跟这个 多发性骨髓瘤 有关系 其实王阿姨自己 还有包括小志 都非常地细心地 感受到了 这一次出现的疲劳 乏力和以往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但是说实话 真的是没往 这么严重的一个疾病 骨髓瘤上去想 那您说 这个是血液当中的 叫僵细胞 发生了变异 变成了一个 恶性的肿瘤了 它怎么就会 带给我们 这么明显的 没有办法 缓过来的那种 乏力呢 其实这个疲乏 主要还是因为 贫血 就是它引发的 贫血造成的 因为我们这个 肿瘤细胞 在这儿长的时候 它就压制了 正常的造血 它所以正常 就造不出来会贫血 还有呢 因为这个僵细胞 它有可能会产生 抗红细胞的抗体 也就是把红细胞 给破坏 所以它也会贫血 第三种呢 就是有可能会出现 就是因为 它这些免疫球蛋白 会沉到肾脏上 会影响肾脏 那么肾脏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叫醋红细胞生成素 也就是我们红细胞 在长的过程中 需要有一个助力的东西 就是叫醋红素 那么这个醋红素 产生少了之后 红细胞也会产生不了 所以这几方面 当然还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原因 那么这几方面的因素 在里面以后 病人就容易有贫血 所以它的疲乏无力 主要还是因为贫血造成的 那就是所有的这些变化 最后指向的 都是红细胞的数量和质量 对的 对的 那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 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这红细胞 要是受到了攻击 受到破坏了 我们就会感觉到没劲 甚至有一点 红细胞是带氧的 红细胞是带氧的 所以红细胞 如果要是树少了 我们身体就觉得乏力 稍微一活动 比如说像王阿姨这样 说一上楼 空手上楼 她都觉得累 就是带氧不够了 你本来你有 一百万 三百万个细胞能干活 你现在可能只剩了 一百五十万个细胞干活 那么她带氧 在运动状况下 需要的更多 你可能就觉得 乏力没劲 就会有这样的表现 而且这种批法 往往是 你看像王阿姨这样 休息以后 缓不过来 所以这时候 一旦要是说 有贫血 然后始终不恢复 休息之后也不恢复 那你还是要小心 有可能有问题 需要去学课查一下 不明原因的贫血 就是我们其实 最常见的贫血 是缺铁性贫血 对啊 缺铁性贫血 那么 那如果要是说 你查了这些缺铁 维生素B12 以及其他的原因 都除外了 那么要想到 有可能是这个病 那持续的时间呢 有没有 比如说 持续时间呢 是这样的 就是 比如说这个病人 他如果肿瘤没有缓解 他肯定会进行性加重 会越来越重 但是缺铁性贫血 不会那么快 降到那么低 那我们即便是到了医院 做一个简单的血肠规 可以看得出来吗 血肠规上有一点可以 因为我们最常见的贫血 还是缺铁性贫血 对 比如说女性月经过多呀 还有什么现在减肥呀 素食啊 这些有可能都会导致 营养不良性的贫血 那么缺铁性贫血呢 如果要是在血肠规上 我们能看到 就是红细胞的个儿呢 是小的 我们叫小细胞性贫血 这是 叫平均红细胞体积 大家看 这个项 对对 这有一张化验单 展示给大家 就是能看到有一项 叫平均红细胞体积 MCV 这项它是小的 但是如果要是 骨髓流的病人 它大多数 我们叫正细胞性贫血 也就是这个个儿大小 是正常的 所以这一点呢 能稍稍有一些见面 那当时王阿姨 也是通过这个检查 发现了有这种问题的吗 对的 所以刚刚我们解决的 就是第一个问题 出现了异常的疲劳乏力 应该提高警惕 这个和骨髓流 有一定的关系 那刚刚我们在短片当中呢 看到王阿姨还提到了 另外一种情况 就是感觉到 腰异常的疼痛 这个骨髓流发生的时候 为什么会带来 腰疼的感觉呢 这是其实是最多件的症状 就是我们百分之八十的病人 可能手诊都是在骨科 那个表现的就是骨痛 那为什么会发生骨痛呢 其实在我们身体里 就是有一对细胞 叫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 这个成骨细胞呢 就是这个个儿小的 这个破骨细胞呢 就是这个个儿大的 那么这个个儿大的 这个大个子是干什么呢 负责拆墙的 破坏骨头的 破坏骨头的 但是实际上还有一个成骨细胞呢 负责垒墙的 他俩其实平时啊 但是他俩是一对好兄弟啊 然后呢搭的特别好 你在这儿拆 我在这儿累 因为这些将细胞恶变之后 分别很多的细胞因子 这些细胞因子呢 可以抑制这个成骨细胞 然后使破骨细胞呢 过度活化 成骨就成骨不了了 所以它就表现成 你看这懒洋洋的 干活的样子 破骨细胞呢 就过度活跃 所以病人呢 就会出现 绒骨性的骨质破坏 什么意思呢 就是这个地方 好像有一个洞似的 就那块骨头就没了 没了 那对于王阿姨来说 他发生这个疼痛 主要集中在腰部 那是说明什么呢 因为腰部 它其实是这个受硬力 就是我们站着 它脊柱承受的压力最多 所以绒骨性骨质破坏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 脊柱的压缩性骨折 所以它就会觉得疼 就等同于是脊椎的骨头 被溶掉了 对对对 病人就会觉得疼 所以为什么 骨科大夫建议他 打骨水泥 就是因为出现了 这种绒骨性的骨质破坏 然后有的病人 甚至出现骨折 就会建议他们 打骨水泥 就等于是这个扁了 压扁了 那他打骨水泥 就把这个椎体 重新撑起来 那等同于空的那个部分 就都被溶掉了呀 对 是的 那得多疼啊 我的天呀 是 王阿姨这种腰疼 估计真的 我就换谁都没法忍啊 当时什么感觉啊 阿姨 开始一点症状没有 突然就剧痛啊 这腰啊 肯定都根本就受不了 我记得那是一天傍晚的时候 我带小孙子在院子里 拿个小碗袋 坐着看他玩 玩有两个条多小时吧 在这期间呢 我既没跟他跑 也没跟他跳 我就回家了 回到家之后 这个腰就开始剧痛啊 就是连带腿都不能动了 我说赶紧找地上躺一会吧 床本来就不太高 床我的腿抬不起来了 家人服务都没法服务 我是沙发比较矮 我就围在沙发上躺下来 躺下这个腰就像那个 撞鸡撞蛇了 那个疼 疼法 疼得就一天一宿 都没合眼睛 连带着浑身都疼 都剧痛 一点就是躺下休息了 以为能缓解 也缓解不了 也不缓解 就是一个劲的剧痛啊 后来没办法 家人就叫了担架 给我抬到医院的 抬到医院的 大夫做了CT 他也没说出啥了 就是我地方的医院 也没有骨客 就说的 那可能是你年龄大了 这是腰间半突出的症状吧 我这个开点药 就把我打扶回来了 还是对这个病 认识的太少了 那当妈妈腰剧疼的时候 小志你有没有想到 这可能不是简单的原因 所引起来的腰疼 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刻 应该是在15年的5月30号吧 那天傍晚 然后我妈妈那腰就剧痛 当时就在那个床 沙发上躺了一晚上 第二天大概是凌晨4点多钟吧 实在是痛得送不了了 然后我们用担架 就给她抬到医院去了 但当时的时候 我们一点也没有想到 这个是腰部 因为这个血液病引起来的 腰部这样的剧痛 后来就是骨科嘛 建议我们说 你这个腰已经严重的变形了 你就必须要打骨髓泥 当时打骨髓泥 好像也是需要住院 很多繁架的手续 我们当时又犹豫了一下 后来我们就 这个期间我们就去了人民医院 去了人民医院 然后非常幸运 遇到我们的专家陆主任 给了我们很好的一个确诊 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案 基本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真的是非常非常地痛苦 这个过程 是 其实刚刚王阿姨 在形容的过程当中 我真的汗毛瘦起来了 那得疼成什么样 是不是在您的病房 有很多的病人 每天也在承受着这种痛苦 是的 是 骨痛是常见的一个表现 所以我们也经常 会有各种各样的 真痛的药给病人用 现在病房里 其实还有一个病人也是 他就是不敢咳嗽 他轻微地咳嗽一下 他就浑身痙攣性的疼痛 就好像浑身一下强植了似的 然后得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缓解 所以疼的时候 真的是挺可怜的 我记得这么多年 印象特别深刻 是十几年前 有一个病人 那个病人当然 治疗的效果也不是很好 他就是彻夜地 在病房里一直在嚎叫 其实他是一个 他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 是一个非常有名望的 一个专家 大专家 然后最后也是因为 这个病疼的 就完全没有这种 没有遵面了 对 是的 所以真的是应该 警惕全身的各种各样的骨痛 对 是的 看看是不是因为 这个骨髓流所引起来的 好像王阿姨 一直是要带着 一个大的腰脱 是不是阿姨 您现在带着呢吗 现在没带 我一般的情况下 在家里头就不带了 出门的时候 把他带上的 出门特别是走路的时候 要不我这个腰 从那腰痛之后吧 总是感觉的 不是像人家 以前那样那么硬实 就好像特别软似的 因为他的腰 就是腰部的损伤 特别的严重 然后就是 又没有办法 做各种手术 加固的手术 目前只能是 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 那就是腰脱而 能够起到一个 很好支撑的作用 防止它再次发生 一个骨折 比较安全一点 再次发生骨折 那就意味着 妈妈之前 曾经发生过骨折 对 是的 她不知不觉 已经发生过 几次骨折了 有些我们都不太清楚 她自己就骨折了 然后就是 只是很轻微 有的呢 就比较严重一点 15年的时候 我确诊这个 是骨术瘤 不是骨术瘤 年底的时候 就基本都是 就是吃药和坏药 都有一定的作用 所以我要求停药 停药之后呢 17年10月 10月就 就这个又复发了 复发之后啊 有一次呢 我过一个栏杆 稍微低头 我一下就摔倒了 摔倒 实际摔得不是很重 但是红骨就骨折了 就骨头 这胳膊这个地方 就骨折了 就抬不起来 骨折了 我们当时呢 就手术了 到18年的时候呢 我的腰的右侧呀 就疼 疼得也受不了 后来就到医院 去拍个片呢 第一树之后又骨折了 不知不觉 就骨折了 所以前后 已经发生了 两次骨折了呀 对 是的 因为发生两次骨折 我才这个医生呢 说我又 又复发了 骨折瘤又复发了 当时骨折的时候 有想到这个是因为 骨髓流所引起来的吗 这个陆大夫以前 说过 因为就是 因为我们这个病呢 就是铁食骨头 所以我已经知道了 所以特别小心 走路都得特别小心 不小心 你摔根头 或者是 一下处地 处哪块 都备住 能把骨头都折了 因为这个骨头 就没有原来 那么结实了 得了这个病之后 损伤的就是 这个骨头 就是损伤骨头 这个疾病实在是 太可恶了 你看 它攻击骨头 这个事 全身上下 都得靠骨头的支撑 所以这个麻烦 真的太大了 对的 那您说 它经常发生骨折 也是因为 就是导致 出现绒骨的那个原因 是一致的 是不是 对 骨折 比如说 有的病人 就是轻微外立下 就骨折 那比较极端的 拉一个冰箱门 肋骨骨折了 其实你说 它跟拉这个冰箱门 有关系吧 可能没什么关系 就是使这个劲 使这么小的劲 那我们还有病人 早晨买早饭 被地上凸起来的 那么一个钉子 拌了一下 大腿骨折了 天哪 所以叫轻微外立下 就发生骨折 我们还有病人 可能就是说 一个小车祸 突然一下 全身多根肋骨骨折 可能就是轻轻地 这么撞了一下 可能普通人 就是一个软组织的磋伤 但是在他身上 可能就是多发的骨折 这是这种病人的 一个特点 所以我们老跟病人说 我们基本上原来是 每年会开 三到四次的幻教会 会不断地跟病人 宣传这些 第一要睡硬板床 第二要保证 一定的活动 然后这样的话 才能布那个什么 钙不会丢得更多 然后还有在治疗过程中 要补钙 还有就是要用一些 保护骨头的药 要注意这种 对抗性的活动 比如说这个 像什么剧烈的 这个打羽毛球 打网球 这样的 我们就主张病人 散散步 然后还有比如说 什么菊亚铃 这种的 我们就不太 主张病人去做 因为这种 对抗性的活动 可能就会发生 这个骨折 所以能不能这样理解 就是像您刚刚提到 小小的一个力量 就导致这么严重的骨折 发生的时候 而且是反复出现 对 那我们真的得 高度的警惕 是不是骨髓流 所引起的了 这是最强的一个信号 这是最强的一个信号 就是比如说 骨髓泥打了一个 过两天说 得再打一个 这时候就要小心了 可能有别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短期之内 这个病人又出现一个 脊柱的压缩性骨折 可能就得想 说有没有别的 您现在收看的是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的健康之路节目 王阿姨 您17年复发之后 到今年 这段时间一直坚持治疗吗 这段时间一直坚持 坚持治疗 在这个陆主任精心治疗下 我现在觉得 基本上这些症状 什么症状都没有了 就是我们这个过程 治疗的过程也蛮漫长的 化疗 放疗 手术等等的 我的感触特别深的 就是陆主任的团队 就是特别的细致 对我们病人 这么多年 五六年的时间 一直都坚持 哪怕我们不是复发的时候 我妈妈在老家的时候 也是一直跟踪 回访我们 就是他们对我们 这种耐心 这种细致 真的让我特别的感动 我的感触就是 真的很幸运 遇到了陆主任 他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团队 我觉得看到王阿姨 现在恢复的这个样子 真的是挺吃惊的 居然是 只要是用对了治疗方法 病人不光是可以减轻症状 甚至是可以回归到 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 真的是挺不可思议的 那也就意味着 你们是选对了方法了 对 我觉得刚才你说的 两点非常重要 一个就是治疗要规范 治疗要规范 其实它第一回 应该说我们是要加维持治疗的 然后所以这中间可能导致它复发 中间有一个原因 就是没有维持治疗 所以很快这个病人就再起来了 也不说很快吧 两年多又再起来 第二点也是非常关键的 就是说因为这个病 现在生存期越来越长 我们的新的治疗方式越来越多 我们每年都会有新药出现 是化疗药吗 是一个靶向药 所以我们主要可能有靶向药 就是我们找到 这个肿瘤细胞上有一个标志 我们给它精准地设计 一个针对这个标志的一个导弹 正好能结合上它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杀伤 所以就不会滥杀无辜了 所以就比较精准 比较精准 所以它们的副作用 随着这些新药的不断出现 副作用就会少一些 不像原来描述的掉头发 恶心兔这些 老百姓常规矣的这些化疗 在它们身上出现的 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还有呢 比如说我们跟像他是打了一个随内针 就是骨折的时候 我们跟骨科也有非常密切的合作 还有一些镇痛的治疗 各种各样的镇痛的药 还有一些护骨头的药 所以我觉得就是王阿姨 包括整个这个家庭 遇到了我们这么优秀的医生团队 真的是挺幸运的一件事情 及时地发现 做诊断 然后给出一个这么精确的治疗的方案 又执行得这么好 所以才可以看到王阿姨 真的是恢复得太理想了 而且据我所知 您在平日的生活当中 经常会随身携带一个笔记本的电脑 大家肯定会很好奇 说这个笔记本电脑里面到底是什么呢 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 装的更多的内容 其实是陆医生看过的所有的病人的病例 他不光是能够记住每一个病人 曾经发生过什么样的情况 用过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而且定期还会用自己的方式 随访这些病人 来看看他们目前的一些状态 所以我觉得您真的是一位太优秀 太好的医生的 遇到您真的非常地幸运 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整个选所团队的一个作风 就是整个北大人民选所 可能这么多年都是讲究一个细致 就是要特别仔细地去对待病人 所以可能从我的老师开始 到我们现任的这个所长 可能都是这么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 真的是名不虚传 太厉害了 而且小志还有一封信 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 我可以念一小段吗 好 谢谢 谢谢 陆锦医生是我们在人民医院第一位 也是陪伴我们时间最长的医生 平日的他寡言少语 冷静而严谨 说不出有多温和多亲切 但美美的关键时候 他总能用它精湛而丰富的专业能力 力往狂澜 给我们一个心安之处 日久了才发现他冷静的外表下包裹着一颗滚烫的忍者之心 每当在住院部的廊道里远远看到他 任再烦躁再悲伤的心情也瞬间安静下来 妈妈说 陆锦医生是他心里的定海神针 任你把所有的不安和负面的情绪 连同病情一股脑地倾泄给他 他从不轻易打断你的话 安静地听你说完 然后告诉你别担心 简单恶药地告诉你该怎么做 怎样的治疗方案令你更好 它像一座山 让我们心里有了依靠 无限感谢 谢谢啊 谢谢 真的非常感动 这个小志和王阿姨这么多年相处下来 其实我今天在这个什么之前 我还说我说其实这个病 还是蛮考验这个医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的 因为这么多年下来 可能我们都处得像朋友一样了 像家人一样 像亲人一样 那阿姨呢 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想对陆主任有什么样的心情想表达 我要衷心地 真诚心地谢谢陆主任 这几年对我的照顾 陆主任就真是我的心中的定海神针 这个不管是我在疾病时候的痛苦啊 特别难受的时候 只要见了他 他就能给我最大的安慰 不光是在这个治疗上精心地治疗 还给我制定了很好的这个治疗方案 另外呢 我还特别感谢这个清河这个住院部的七楼那些全体护士 还有我的临床大夫 临床大夫 临床医生啊 温蕾 温蕾大夫 温大夫 他对我就像我亲生女儿一样 关心我 照顾我啊 我虚寒问暖的 完了这个 有的时候吧 半夜的时候 还能接到他的短信 都十一二点了 他还给我来短信 安排我住院 你说我就 我特别感动 谢谢陆大夫 谢谢这个人民医院的这些护士和医生们 感谢 我们也说 这个医生成长过程中 其实是需要病人的理解 那么一个好的病人 其实是能支撑他长成为一个大医生的 但其实能够创造这样的一个和谐的医患关系 是优秀的医生团队和患者 包括家属 共同来营造的 是的 那最后有没有一些需要格外提醒大家去注意的事情 那我想呢 这个病到目前为止 应该说 这个诊断呢 还是有相当比例的不诊率的 就是说手诊没有发现吧 所以呢 这中间呢 一个我想提的呢 就是说 这个 比如说骨科医生 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看一眼总蛋白 这时候可能能早期发现 第二个呢 如果能把血清蛋白电容 做到早癌筛查里 那我们可能能更多的发现 更早地发现这些病人 而不至于让他们到了骨折 到了肾衰需要透析 到了严重的贫血 甚至导致心衰 这样我们才被发现 所以我想呢 可能这是两个 我最需要去提的点吧 如果将来能 这一方面 我们也在做一些工作 如果能实施得了的话 那就是患者之心 那你们也要注意身体哦 不要太累了 十一二点钟才下班 才顾得上给病人发信息 真的是太累 太辛苦了 王阿姨 您一定按照陆主任告诉您 该怎么做 一步一步地坚持好 相信您的身体 一定会越来越棒的 加油 谢谢 谢谢 感谢王阿姨和小智 参与我们的节目录制 也感谢陆主任 谢谢 谢谢 好 亲爱的朋友们 下期节目再见